嗨 你好 我是牛奶爸 這一集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新制圖 這個新制圖我把網路行銷拆解成四個流程 然後它有流量、名單收集、跟進還有成交 最下面有一個產品它不屬於行銷的流程 但是它是一個行銷裡面賺錢最重要的關鍵 因為你要做銷售就一定要有產品 也許有些人在網路行銷上面覺得說 哎呀 我不需要產品 我只要幫別人賣東西 譬如說通路網、聯盟、行銷網站之類的 就是我幫別人賣東西 然後我只要取得一個ID 一個專屬的ID 然後這串網址後面帶他的ID之後 訪客只要點擊這個網址 然後連結到通路網去購買商品之後 一旦成交 那你就可以share到那個收取這個佣金 可能是4%或者是5%不一定 甚至20% 要看商品的種類 那我們這邊講的跟聯盟行銷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講的主要是商品的銷售 或者是服務的銷售 例如說顧問服務 你自己是一個顧問 提供顧問諮詢的服務 或者是你是一個健身教練 你提供教練的課程的服務 或者是你在線上課程 像我一樣錄製電腦教學的線上課程 然後你在看線上課程的時候 先支付費用 先用刷卡 就可以幫你開通帳號密碼 就可以提供這個服務給你 這個都算是課程或者是商品的服務 實體的商品也是像 比如說運動衣、鞋子、褲子、 實衣住行各種東西 這個算是實體的商品 所以我們這邊講的主要是商品 主要是實體商品或者是虛擬商品 像服務的這些虛擬商品 前面的四大步驟主要是分為流量 名單收集跟進和成交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網路行銷裡面的第一步 流量我們來解釋 流量就好像你一家 比如說你一個店面好了 你開一間小吃店好了 那這個小吃店呢 比如說火鍋店 你開在這個鬧區 城市鬧區 跟開在這個鄉下 鄉間小路裡面 你一般正常的人 應該都會希望開在鬧區吧 因為你開火鍋店 就是要有人潮嘛 要有人 不然你火鍋店就沒有生意嘛 那你開在那個鄉下 人口很少的地方 那肯定生意就不會太好 那流量呢 就是在網路上 開在一個人潮很多的網路商店 或者是一般網頁 一般網站也可以 不見得要是網路商店 重點是流量就等於人潮 在網路上我們講的是流量 在實體世界我們講的是人潮 那在網路上的流量 你到底要怎麼來 我們這邊就分為幾個重點了 第一個 網站 你的個人網站 或是公司的官方網站 第二個你的部落格 第三個你的Facebook的付費廣告 它屬於付費流量 第四個 Facebook的免費經營 它是個免費流量 第五個你可以去登 Google的Adwords 關鍵字廣告 這是付費流量 然後第六個 YouTube影片行銷 這可以是付費流量 你去買廣告 也可以是免費流量 就是純粹在YouTube上面 上架你的影片 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流量的來源 只要是 比如說免費的好了 IG、Instagram也算是 或者是臉書裡面的社團 你也可以去達到你的流量的要求、需求 比如說我今天去某一個社團 在討論媽媽寶貝之類的社團 然後到裡面去 裡面好多人 一個社團裡面可能有數千、數萬人 都在討論跟媽媽和寶寶相關的議題 這些都是你可以去開發的流量來源 所以流量其實它很多 分為付費跟免費 那這一節呢 我們主要就是要告訴你 流量來了之後 再來就是你必須要做好名單收集 也就是你這個網站 如果每天的來客量有數十、數十人、數百人 甚至數千、數萬人的時候 你應該要怎麼樣去把握這些流量 通常一家實體店面 一天的來客數 假設有100個人好了 那可能10個人買了衣服 另外90個人呢 看完之後 當下沒有買 可能是錢貸不夠啊 或者是想買的沒有買到啊 譬如說他想買五件 結果他的錢只夠買兩件 那下次他可不可以再帶錢過來買 有可能 可是 如果你都沒有去做一個機制 什麼機制呢 在網路上我們講的就是留名單啊 在實體世界呢 我們就是講留客戶資料嘛 譬如說讓客戶去填問卷 或者是加入會員 或者是來這邊打個卡啦 打卡基本上沒什麼用啊 我講臉書打卡沒什麼用啊 臉書打卡只是在當時瞬間 在當下 讓很多人 你的臉書上的朋友知道你在那個地方 過了那個時間點其實就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要的其實是 留下客戶資料這個效果 那在網路上 我們就是希望他流量來了之後 第二步就是他能夠留下資料 所以第二步就是名單的手機 那名單收集之後你要做什麼 就是要做跟進嘛 所以第三步驟就是跟進他 第四步驟呢 就是成交他 但是如果說你商品單價是很低的 單價可能是幾百塊的 在這一種 那他可能流量很大 你當下來了一百個人或一千個人 那可能有一百分之一的人買 一百個人進來你的網站 可能當天有一個人買了一件三百塊的衣服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他的單價比較低 可是呢 如果我們可以做名單收集的話 那更棒 假設今天來一百個人 然後呢只有一個人買 但是呢我們提供一個優惠券 或者是我們提供一個 知識型的商品 例如說你想不想知道我們的純羊毛 到底跟其他的羊毛衣 其他廠牌的羊毛衣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這邊有個比較表 一個非常詳細的比較表 而且是關於羊毛相關知識的 那這一份電子書如果你想要得到的話 你可以下載 而且呢還包含我們最新一季的什麼行路啊之類的 那你要填寫你的email才可以下載 或者是你要加入我們的Line at好友就可以下載 那我們的email呢有自動回復信系統 我們的Line呢也有自動歡迎訊息的這個設定方式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贈品啊 在他訂閱的那一刹那直接寄給他 直接回覆給對方 你可以放一個網址的鏈接讓他下載啊對不對 那這樣你就取得了客戶的資料 或者是取得Line at的好友 這些就是留名單的方法 有了留名單之後 你的今天如果來了100個人 也許有50個人 如果留名單效果很好的話 你的那個贈品非常吸引他的話 也許留名單的人有50個 買的人也許可能只有一兩個 可是留名單的人假設有50個 你下次如果還有促銷方案 或者是有新品上市 你可不可以群發訊息給這50個人 那這50個人呢 是不是又有可能 又有兩個人三個人過來購買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做名單收集 就是為了要以後我們有活動的時候 可以去跟進他 當然跟進是有步驟的啦 所以這個我們之後再講 這一節我們主要就講到這邊 讓你知道流量名單跟進跟成交 這四大步驟 可以讓你的生意源源不絕 謝謝 下一節再見 拜拜